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11月3日星期二 本来计划今天休息一天 但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和私信 希望在最后的决战日开始的几个小时之前 能不能和大家聊聊现在的最新情况 我想作为自媒体我们就有这个优势 只要大家想看 我就随时来给大家做这个服务 另外我本人也一样 等这个日子等了这么久了 当初一说到那个11月3号怎么觉得这么漫长 现在呢好不容易把它给等到了 应该说心里还是很兴奋的 我也想找个朋友好好的聊聊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 陪伴节目 今天的顺序呢 我们还是要先说说数字 看看现在的大致情况 然后推荐大家 明天重点 要看哪几个州 哪些是激烈的战场州 先介绍一下我选用的几个数据模型 这几个呢都是我近期来一直 一直关注的吧 另外呢这几个模型在上次的大选和中区选举中 那都是经过考验的 一个呢就是上次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TargetEarly 这个数据中心 不过他们现在的数据跟得有点慢 现在据报道已经有将近9500万人完成了投票了 但是那个数据中心呢他只分析到了8770万人 还是那句话 一切呢还是要以最终的开票结果为准 现在所有的数据模型分析模型 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数据来源来进行计算 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但是我们能从他们的科学分析中 我们能够看到眼前的形式 和最终的那个大趋势 另外呢我们会参考拉斯姆森民调 特拉法加民调 这几个民调吧 大伙咱们综合对比一下 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当然一切还是以最终的结果为准 到时我们也可以回头看看我们采用的这几个数据模型 这几个数据中心他们的准确度 到底如何 到时候咱们也 反思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 现在从全国看 从这个TargetEarly这个数据中心他的表述 他统计到了8770万人 现在在投票的这些人中民主党 占47.9% 共和党占41.8% 独立选民占10.3% 这个结构非常的正常 一会再讲啊 为什么在提前投票的选民中 民主党人占优 因为有一系列的民调呢 显示 在调这个一开始投票之前 在调选民的意向的时候 结果有64%以上的民主党的选民 他们选择提前投票 特别是选择邮寄投票 而有超过70%的共和党选民 他们尤其不信任这个邮寄投票 担心会作弊 结果这七成以下的共和党选民 他们要在 最后的时间 也就是最后一天 要去投票 不过呢现在有的州已经开放了人具体前去投票的这么一个 投票站 已经开放了 我想现在有的共和党人也已经提前 亲自去投票 但他们不信任那个邮寄投票 所以应该讲几个小时以后 主要前来投票的 基本都是共和党人 他们的比例 应该是7比3 至少是6比4 这样一个比 所以说和前面的这个8000多万 9000多万选票 加全平均的话 我想这个数字 是基本合理的 那下边呢咱们再看看各个州 咱们还是按照上次的顺序 快速的咱们捋一遍 第一个州呢说到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呢现在已经开票开了将近四成以上 在这开票的里面 共和党已经拿到了49.1% 民主党拿到了其中的33% 独立选民是17.9 这是一个传统的红州 所以三张选举人票属于共和党 说到下一个州阿拉巴马 这是一个传统的深红 所以说这九张选举人票 属于共和党 下一个呢是阿肯瑟州 阿肯瑟州呢现在已经投了七成以上的选票 提前投票 在这里边共和党占了六成 以上 所以说呢这里边的六张选举人票 应该属于共和党 再往下呢是 亚利桑那州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州 现在呢整个他们投票 按着上次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九成 在这九成已经提前投出的选票中 民主党拿到了其中的46.5 共和党拿到了40.9 独立选民占6.6 在这里边呢 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大趋势 在亚利桑那州 共和党曾经在提前投票中落后13万张选票 到现在呢一点点一点点赶回来 然后形成了反超 应该说越往后 这个共和党投票的人就越多 所以说呢这11张选举人票 我认为应该属于共和党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领行 说到加利福尼亚州也没什么悬念 现在已经投到了将近七成 现在呢这里边啊七成的选票中 现在65.9%都属于民主党 所以说呢在加州这次翻红 历史上加州红没红过呀 红过啊一会儿再给大家讲 所以说看来这一次在加州翻红的可能性 不大 这55张选举人票 属于民主党 说到下一个克罗拉多州 克罗拉多州呢这里边现在非常的激烈 明天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 现在已经提前投票了 九成左右 大部分的票已经开出来了 这里边的民主党在已经投出的票中 他们占47.7% 共和党占42.7% 独立选民占9.6 但是呢克罗拉多州咱们仔细看的话 现在双方实际上票的差距 只有12万票 科罗拉多州现在好几个民调 拉斯姆森呢包括特拉法加民调 对科罗拉多州都别有想法 认为双方 实际上非常的接近 如果明天红朝泛起的话 13万张票明天还是有一拼的 但是现在呢先把这九张选举人票 放在民主党的名下 康内狄格 这个呢他们已经完成了将近四成的投票 在这里面民主党占57.8% 优势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七张选举人票 放在民主党的账下 哥伦比亚大区 这是个深蓝 这就别说了 三张票属于民主党 特拉华 特拉华呢现在也已经投出了将近四成的选票 民主党在其中投出了64.1% 所以说这里面的三张选举人票 大概率属于民主党 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呢最近有很多朋友感到非常的焦虑 我也来回比对各种的民调 我认为呢 这个Target Early这个说法 他把各个郡综合一下 最后算出来的这个数 现在已经投出了将近九成的选票 民主党在其中拿到了46% 共和党后来居上 拿到了46.9% 独立选民有7.1% 所以说呢如果你看整个这个追赶的过程 共和党从一开始落后 也是落后二十几万十几万几万 最后形成了反超 所以我想呢到现在为止 明天的精彩 是可期的 佛罗里达州这是明天 大家应该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主战场 现在把这29张选举人票 先放在共和党的账下 因为他毕竟领先嘛 领先一点也是领先 另外川普在昨天 在佛罗里达的那个造势晚会上 在这之前有一个电场 那就是卢比奥参议员 做了一个在电场的一个 一个演讲 演讲的非常精彩 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古巴后裔的一个 一个移民吧 这个宝藏社会主义的那个苦难 所以在那儿呢在批判社会主义的那那套演说中 说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倒一倒啊 弗赫斯 找一找那个昨天在佛罗里达的那场造势 找找 那个卢比奥的那一套演讲 讲的还是不错 乔治亚 乔治亚呢原来也是一个摇摆州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摇摆已经停止了 现在已经投出了九成以上的选票 其中共和党拿到了49.7 民主党42.8 不但完成了追赶最后形成了大的反超 所以这16张选举人票 毫无疑问属于共和党 夏威夷不用讲了 深蓝 这四张票属于民主党 爱荷华 爱荷华就比较热闹 爱荷华呢现在已经投出了将近六成的选票 民主党呢在其中占46.5% 共和党42.2% 独立选民是11.3% 尽管在中间差那么三个多点 但爱荷华呢现在非常的激烈 现在实际上只差3万票 尽管是差那么两三个点 三个多点吧 实际上的票数只有3万票 所以说这个的 非常激烈的程度 因为他现在已经投了91万多票 里边呢还有一半的票还没有投 明天爱荷华州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战场 不过现在拉斯姆森和塔拉法加 这几家民调公司 都认为呢川普在那领先两个和三个百分点 拉斯姆森认为川普在那的是48比45领先拜登等等 爱荷华州咱们现在 暂时把它放在共和党的名下 应该说那几个民调都支持这个判断 爱德河州 爱达河州呢现在已经投出了将近七成 共和党呢在其中拿到了58.6% 这四张选举人票 囊货其中 伊利诺斯现在已经投出了也将近的六成 民主党在里边拿到了53.6% 其实伊利诺斯稍微还是有点想法 共和党呢在这拿到了31.4% 独立选票是14.9 加起来实际上也不少 现在他呢伊利诺斯只投出了百分之不到60的程度 明天还有四成的选票没投出来 实际上这事不好说 但是现在要把这20张选举人票放在民主党的账下 印第安纳 这是一个传统的红州 现在也投出了六成以上 共和党在其中拿到了56.8% 应该说胜券在握 11张选举人票 Kansas 这也是一个过去的红州 现在也投出了六成以上 共和党呢领先 民主党11.3个百分点 应该说这个呢优势也是比较大的 Kansas六张选举人票 属于 红州 肯塔基 肯塔基呢现在投出了将近八成 他现在呢共和党在其中占55.2% 优势也是非常大的 优势将近20% 所以说呢这八张选举人票 他们也把它拿下 路易斯安娜 路易斯安娜现在投出了将近一半 在这里边呢共和党 拿到了51.8% 领先民主党10个百分点 在前期投票领先民主党10个百分点 应该说呢后边就没什么悬念了 八张选举人票 马赛诸塞这是一个深蓝 不用讲了属于民主党 马里兰深蓝10张选举人票 这也不用讲了 缅因州 缅因州呢是四张选举人票 现在投到了将近七成 民主党在里边拿到了其中的55.3 应该说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这四张选举人票 现在要放在民主党的名下 密西根 这是一个激烈的战场州 现在投出了将近六成 民主党呢拿到了其中的42.3 共和党是38.6% 中间的独立选民达到了将近 20% 也就是说如果这谁拿到了这20%谁 谁就赢 独立选票在这个州 取到了决定性的因素 最终的实际上共和党对密西根州川普把最后的一战 造势 定在了密西根 所以说应该说他们还是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现在呢毕竟民主党领先 那把这16张选票 先寄存在民主党名下 明尼苏达 明尼苏达也投到了将近六成 现在民主党领先 他们占其中的45.4% 共和党31.8 独立选票 恐怖的达到了22.8% 这个州呢也是独立人士决定整个的命运 但毕竟民主党领先嘛 10票先放在民主党的名项 密苏里 深红 这10票 密西西比深红的农业州这都是共和党 蒙大拿 这里边三张选举人票 现在呢他们已经投出了101.2% 也就是现在的提前投票 已经高于了2016年的投票 这账还还继续还有多少还没投呢 你想这个投票率应该说是还是非常高的 在这中间共和党拿到了46.5 应该说领先的幅度领先了将近17个百分点 应该说问题不大啊蒙大拿的这三票共和党拿下 说到北卡 北卡罗来纳州 现在两边的差距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 都在47%上下 整个大的投票已经投出了九成以上 独立选民占6.7% 现在北卡 无论是拉斯姆森还是特拉法加几个民调现在一致认为 川普在那都领先两个百分点上下 所以说尽管他们在大的小比分点上打平 但是我把这15张选举人票 关键的那个战场州 先放在共和党的名下 他们希望还是比较大 北达卡托 达科塔 北达科塔州 深红三张选举人票 另外呢是内布拉斯加州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州 也是一个深红五张选举人票 这都属于共和党 新汉布什尔 现在呢这个投出了不到三成 民主党在这里边拿到了其中的54% 其实这个州是有说法 但是民主党现在毕竟领先 4票给民主党 新泽西 深蓝 这就别说了14% 新墨西哥 其实也是有一争 现在他们投出了九成以上 民主党拿到了其中的 54% 5票先给民主党 内华达这是个战场 两边的小数点也都是小数点的差距 都打到了45% 都在45上下 内华达州现在的投票已经投出了101.6% 和上次的大选相比 已经现在提前投票 已经超过了上次2016年的总投票 中间选民呢将决定在这个州的胜利 中间选民占8.9% 所以说明天最后的那个红潮能不能起来 在内华达州也是非常值得一看 大家都知道内华达州的服务业是非常发达 旅游业和服务业 关键在对疫情的态度上 是开放还是继续锁国 封城 我想这个将起 决定性的作用 我现在把内华达的这六票既然两边打平 我给了共和党 纽约 纽约呢能不能翻红呢历史上有 我一会再说 纽约呢现在是投出了将近三成 没投票的人还很多 在这将近三成的选票里民主党拿到了将近60% 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还有七成的选票还没投呢 那个将会如何怎样这还不知道 所以现在这29张票先给民主党 俄亥俄 俄亥俄现在投到了将近六成 民主党呢现在拿到了40.3% 共和党是46.6 也是一开始落后慢慢慢慢反超最后领先 现在18张的选举人票 应该我认为属于共和党 俄克拉荷马这是一个传统的红州 现在在整个的投票中共和党占了55% 所以我想这个不会有什么意外 七张 选举人票 俄拉荷州这是个老 老兰州 这个有时候红过但是兰的时候多 现在投到了九成以上的选票 民主党拿到了55% 共和党36.4 所以这七张选举人票属于民主党 宾州 这个就关键 宾州呢现在只投到了不到四成的选票 他投出了240万张票 这里边民主党占了62% 共和党的占30.2 中间选民是7.7% 很多朋友一看这家伙差的也太多了 这叫什么摇摆州啊 一下差了三成 另外呢数选票的话已经超过了70万张选票的差距 那这个怎么回事呢 宾州 别有引擎 因为宾州呢他允许提前邮寄投票 但是他并不开放人亲自在那去提前投票 这个在宾州是不开放的 所以说在宾州那儿憋了六成以上的选民还都没有投票 凡是投票的那百分之三十八点几 全是邮寄投票 几乎啊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那领先70万张选票这是很正常 民主党在这个州该投的差不多都投完了 剩下还有六成的选票还没投呢 所以说明天宾州的弟兄们就看你们的了 这20张选举人票现在先寄放在民主党这 罗德岛深蓝四张票这个别说了 那南卡罗莱纳州这个深红 紫红九张选举人票 南达科塔 南达科塔州我就念不好这个地方 也是个深红三张选举人票 田纳西 传统的农业州深红 11张选举人票 德克萨斯 德克萨斯原来说是摇摆州 但现在一点也不摇也不摆 现在已经投出了超过2016年的选票 和2016年比他们已经投出了107.2%的选票 投票率超高 在这个投票率中 比共和党拿到了50.9% 共和党是39% 独立选民10% 大家听这个比例 这个大州38张选举人票被共和党囊括 犹他深红6张选举人票 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原来一直就是个蓝州 有13张选举人票 现在已经开到了将近7成 在这里面民主党现在拿到了47.4 共和党占其中的38.8% 独立选民是13.8 实际上这个州现在很难讲 这13张票先给民主党 佛蒙特 传统的深蓝三张票没有争议 维斯康辛现在这个事也是非常的 华盛顿 咱们先说 华盛顿的现在开到了将近九成以上 民主党在里边占50.3% 共和党34.2有13.5的独立选票 如果把这个独立选票和共和党的加起来是有一拼的 但现在呢因为离最后总的票的那个空间已经不大了 民主党拿了52% 所以这12张选举人票给民主党 维斯康辛 现在两边也是小数点的差距 非常的激烈 维斯康辛非常 恐怖 也有22.8%的独立选民 他们到底投给了谁呢 现在谁也不知道 现在看看这几个民调拉斯姆森和这个特拉法恰的民调 维斯康辛川普在那有上有下 但是呢看整个这个追赶的过程 现在还有4成的老百姓还没有投票 所以说这10张选举人票明天 我给了共和党 下边呢还有西弗吉尼亚 西弗吉尼亚呢这是一个红州共和党在已经开出的票中 占5成以上 拿到了5张选举人票 怀和鸣深红三张选举人票 把这个全部都加起来呢 共和党至少会拿275票 民主党拿263票 这是我今天把这所有的这几家数据 综合在一起给大家的一个总结 这里边的几个疑问州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州呢现在这9票暂时放在了民主党门下 其实共和党对这9票是虎视眈眈 非常的有信心 明天咱们要看 另外呢是 密西根州这16票我也放在了民主党的门下 明天这个也非常的值得一看 明尼苏达这10票我也放在了民主党这 这加起来再加上这个后边的 宾夕法尼亚州这加起来总共有55票的疑问票 我都放在了民主党那边 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已经做出了川普会大胜的乐观的估计 估计就是这55票全部都加在这边 那要加在这边那就330以上 那 民主党那边那就一下打回到200一下 所以说呢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宾夕法尼亚 明尼苏达 明尼苏达稍微的懒一点这个咱们先放放 主要是密西根 宾州 还有这个 爱荷华 还有科罗拉多 我想北卡包括那几个州 威斯康辛的什么我认为这都不是 这也没悬念基本上都已经 不大了 威斯康辛的明天我相信共和党 会比较轻松的 拿下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基本的数字 现在看呢咱们还是维持着以前的判断 就看明天大家所期待的那个红潮它能不能出现 能不能扩大现在的这个优势 打到350以上甚至推到更高 很多像弗吉尼亚州啊等等这样现在还留着比较大的空间 双方的差距也不是太大 如果最后出现一边倒的压倒性的优势的话 那就不止不仅仅是300出头这样的优势 说到这个 中间选民 这个独立选民 现在呢有很多家的民调公司讲 通过看川普的造势大会里边登记的选民的比例 他们意外的发现这里边有很多民主党人 甚至有很多的中间选民 有很多人上次都没有投过票 所以刚才我们在统计中讲这里边民主党占百分之多少多少 其实也不一定 民主党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这里边会有零星的民主党人这次跳槽 跑到共和党那边 特别是那种独立选民 实际上他的比例 至少是6比4 如果有这么多共和党人在最后的时刻出现的话 那很多周最后会实现翻盘的 所以现在呢我把我上次的预测 我预测大概估计我的直觉是320 我现在把它上调到了350 这是我最后的直觉 给大家讲一个历史记录 350又怎么样啊算大胜了 严格讲也不算 咱们说一个夸张的 1980年的时候 当时是民主党的老卡特 当时对里根 结果卡特那是兵败如山倒 他仅赢了6个州 和首都DC就是哥伦比亚特区 总共卡特他赢了49张选举人票 里根那是席卷了另外的44个州 他拿到了多少 他恐怖的拿到了489张选举人票 里根的这个记录那是空前估计也是绝后的 连当时的加州和纽约是全部彻底翻红 这个可是个历史记录 489张选举人票 我估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估计是看不到了 应该说如果没有这次的疫情在这捣乱的话 如果川普的那个火爆的经济持续到今天的话 应该也是这么一种类似的狂盛 应该说拜登和当年的老卡特两个人的状态 有一拼 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在这里边一捣乱 横生之劫 所以说今年川普 就错过了这么一个大盛的机会 最后呢我们要聊聊川普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刚刚看完了川普的最后一场造势大会 和四年前一样 他特意选择了密西根州 选择了同样的地点 来结束他这个疯狂的拉链整个的竞选的活动 说到他从那个确诊痊愈之后 他已经跑了100多场 今天呢我一直查这个数字我一直也查不到 最后看福克斯塔克他们都讲都说是100多场 那100多多少我也找不到这个具体的数字 最多的一天那就是昨天 他跑了5.5场 5场这是结结实实的 中间呢又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也算是做了一个 不短时间的一个演讲 后来有人还问川普 说你这算不算一场 他说还不能算吧 因为这人数好像还没有上万人那么多 还不是那么很正式 所以说呢昨天的这算5.5场 这种状况 以前是没有过 没有这么疯狂的 这个跑法 这几天天天4场5场5场5场 天天这么跑 我特别看了一下 今天这最后一场的造势 结束的时间 是密西根的时间 凌晨一点半 因为他要跑其他几场 他赶到密西根在这开始演讲的时候已经接近半夜12点 当时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在密西根州的温度 当时是6度 可是这么多人上万的人在这么晚的时间大半夜的 在这么冷的情况下 上万的人一块热血沸腾 一块跟着狂喊 这种场面 应该说我作为一个发烧友观察政治选举这么多年了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所以我讲呢作为川普应该讲 他已经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后时刻呢我们简单还要聊聊川普 有朋友呢特意给我转了一篇文章 里边的有些点我认为说的是非常到位的 在这呢我摘抄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美国呢现在乱成这样 如此的撕裂如此的分裂 很多人的都把责任怪到川普的头上 结果呢这位朋友就讲难道这一切真的就怪川普吗 他讲当初 民主党人没有一个人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 难道你不觉得这是国家分裂的开始吗 合适吗 真的是没有 川普甚至还没有当上总统呢 除了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 没有一个民主党人出现在他的就职典礼上 难道是川普分裂的美国吗 你能想象有共和党人如果他们输了大选 而不去参加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吗 你能想象如果共和党人那么做的话 那在国家内会发生什么呀 这帮左媒还不把这帮人给吃了 有人统计过川普在就职19分钟之后 华盛顿邮报就宣布 弹劾的时刻开始了 你认为这是川普在分裂美国 当南希佩洛西在国庆资文在国会 当着全世界的面优雅的撕掉了川普的国庆资文的时候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议长对现任的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举动 表现出了对美国总统至少这个职务完全的不尊重 难道这是川普在撕裂在分裂美国吗 美国呢一直啊上次跟大家讲过 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发了500多张船票 调查了上万人 花了4800多万美元 就是为了证明川普的这个通俄门 是通过通俄门以赢得的这个大选不是因为美国人的选票 当时有17位民主党人职业黑川 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来证明通俄门的 存在 结果他们拿出的证据 是零 那你说是川普在分裂美国 然后呢从2019年的9月24号到转年的2月5号 因为一通电话 国会那就破天荒的来弹劾美国总统 1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已经爆发 现在民主党人都抱怨为什么川普你当时 不全力的抗议呢 你1月份中国那都有了你为什么不集中精力抗议呢 他们好像忘了他们的总统在那时候 正在被他们弹劾 所以呢 你说是谁在分裂 分裂美国 现在呢有人专门查过 当年希拉里的捐赠者 比如说像布隆伯格 捐赠给希拉里2700万美元 汤姆斯泰尔捐了1700万美元 索罗斯 捐了900万美元 马尼莫雷捐了 也是有七八百万美元 但是呢因为希拉里输了 他们的投资也都没有得到回报 所以就变成了职业黑专 现在呢有人统计 有90%的主流媒体 和拥有他们的公司 都是由民主党的大捐赠者拥有 或者是经营的 大家自己都可以去查一下 所以说从川普胜出的那一刻起 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报道就有92%的负面报道 啥还都没干呢就有92%的负面报道 你什么都不干你就错了 所以说呢这些所有的捐赠者们 当时他们砸了大钱资助希拉里 为什么呀 他们是想获得回报的 而川普就毁了他们一切的美梦 所以说可悲的是 自从川普当选之后 大家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 左派为了扳倒这个美国总统 为了夺回他们的权利 无所不用其极 是无所不为 川普的整个的家族都被重伤 被点滴 被辱骂 被抹黑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他 赢了大选 抢了他们的位 所以这一切呢就回答了很多人啊 这几年美国怎么这么乱 那你说到底是川普的错还是那些人的错呢 到底是谁在捣乱美国 我想呢在最后的时刻我要向所有美国的朋友 发出我的呼吁 几个小时之后一定要去投票 你们代表我们在世界所有的川普主义的支持者 代表我们所有这些人去投下你们神圣的这一票 大家去看看现在已经忙着开始往墙上 往玻璃幕墙上 钉木板的那些州 是不是都是民主党州啊 所以说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如果让这帮人赢了那美国也就完了 整个的世界也会发生 倾斜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最后呢就让我们祝愿 愿上帝保佑美国 愿上帝 保佑川普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明天 我们再见